這邊所有的物品都是可以靠釣魚取得的 你們知道嗎 其實還有一種物品是我們不知道的 那就是扶手者 沒錯 釣魚可以釣到扶手者 平常其實是不會釣到 你在河流大海是釣不到扶手者的 可是你要蒐集這麼多的 而且要把它放在水底下 就有機會可以釣出扶手者 大家都不知道這個彩蛋吧 所以我現在要拿它來嚇嚇我的朋友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是1.20獨有的那個彩蛋嗎 我不知道 因為1.20新增了扶手者 我是要進來死的是不是 然後你看下面是扶手 我們要在那邊釣魚 有很小的機率會釣出扶手者 靠腰咧把那東西釣出來幹嘛啦 所以你雖然手上是釣竿 喔幹 魚耳山 魚耳山 阿樓下刻意放扶手者是怎樣增加機會喔 沒有沒有 它的判定就是水底下是扶手者 它就會變成一種叫做扶手水的那種水源生態液 喔 倒數是浮淫水 只有1.20.2有喔 對對對 它為什麼都沒有釣到東西 它機率比較低 好 來了 是到你嗎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幹 雙上的武器有了 這樣這樣結束了嗎 確定 你確定這個不是設定好了嗎 為什麼我一釣就有啊 不是啊 我怎麼知道我釣了三隻了欸 我第一 我一 我一釣就有 媽的 太扯了 這機率這麼高喔 好啦 其實是騙人的